两个同窗好友一同进入了兰若四的画壁中 在这个虚幻的世界 他们俩人都找到了各自喜欢的女孩 然而就当他们想跟女孩进一步深入交流的时候 画壁外的大和尚再一次弹琴 将他们俩人给拽了出来 龙坛一下就认出了这个和尚 昨天就是他将自己从画壁中拽出来的 和尚也告诉他们俩 这个地方已不是人该来的地方了 劝他们俩以后别来了 两人走后 兰若四那隐藏已久的妖怪终于现身了 他警告这个叫清水的大和尚少管闲事 为此两人还打了一架 很明显是清水大和尚更高一筹 波动琴弦将怪物给打败了 出了兰若四之后 他们就去参加今年的科举了 少年家境富裕还娶了个貌美的媳妇 所以不需要通过科举来改变命运 只是换个秀才的功名就行 而龙潭就不行了 他们家现在家徒四壁 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生活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金榜高中 而且也只有得了头名状元 才能娶自己心爱的月娇过门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他心中的女神月娇 正背着他跟尚书的公子勾搭在一起 月娇也催公子 他们俩人都已经以身相娶了 得抓紧把婚事办了 而公子也爽快地答应了他 咱们再看被戴了绿帽的龙潭 考完试后 在厕所里听到主考官 在外说打算保取自己做今年的金科状元 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后 龙潭第一时间跑来告诉月娇 可是等来的却是月娇诧异的表情 但转眼一笑 又说要以发绑工不为准才可以下屁 龙潭走后 月娇一直埋怨他爹 这下该如何是好 虽说龙潭当上状元 我也是状元夫人 可是和尚书府的媳妇相比 我当然更想嫁尚书府啊 于是月娇他爹就去求尚书大人 为了两家人能结成亲家 强强联手 得想办法 拿了蒙龙潭的功名才是 果然在尚书大人的运作下 龙潭在发榜那一天 来了个空欢喜 伤心欲绝的龙潭来到沈家 将定情信物退还给了月娇 月娇嘴上很心疼龙潭 也很心痛他们俩人之间的爱情 可脸上却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心里乐开了花 就在龙潭在酒馆买醉的时候 他的好朋友朱孝莲 将他叫到了自己家里 原来朱家在官场也有朋友 主考官张大人告诉龙潭 原本状元就是你的 可是谁也没想到 是尚书大人偷龙幻凤 将你的试卷给掉了包 而他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因为尚书家的公子 要迎娶沈家的月娇 得知真相的龙潭找到月娇 月娇见龙潭已经知道了真相 也就不再藏着掖着了 事到如今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也不妨对你直说 自从你家到中落 不但我爹瞧不起你 就是我也更讨厌你 沈元外甩了龙潭一脸的银票 让他拿钱滚蛋 龙潭受不了这个侮辱 大喊着自己要去告玉庄就跑了 看来这个穷书生 要动真格了 这可牵涉到尚书大人 要是闹大了 那可就麻烦了 事到如今 我们一不做 爱不休 果然当晚就杀手冲进龙潭家里 要杀他们父子灭口 龙潭他爹拼死护着龙潭逃了出去 而龙潭跑着跑着 也莫名的跑到了兰若寺 就当杀手要砍死他的时候 一阵雷声响起 当他再睁开眼的时候 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家中 他的丫鬟小娟 长得跟月娇一模一样 龙潭 你醒了 孟樊 月娇 少爷 什么梦啊 他是你的未婚妻月娇 我是你的丫鬟小娟啊 老爷 少爷醒了 夫人 这可把龙潭给整梦了 这时候他的爹娘也进来了 他一度怀疑自己是穿越了 儿子 你终于醒了 爹 娘 然而他现在可比穿越 要可怕得多 那么龙潭能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 安稳的生活下去吗 清水大和尚又会坐视不理吗 点个关注 咱们下集 接着看